娱乐第一眼八卦新看点 尴尬浮夸不合逻辑 出入职场家境普通的女主 穷到只能每天吃泡面 却和室友租了一间位置优越 装修精美宽敞明亮的大房子 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 是女主坐在一层不染的墓地板上 面朝着巨大全景落地窗 和五光十色的繁华的夜景 眼泪是巴搭巴搭落下来 一切关于角色的普通人设 从这间房子开始崩得连渣都不慎 国产剧对普通人住在哪里 产生的误解早已不是第一次了 在国产剧里呢 大学生的宿舍几乎都变成了 加了滤镜的豪华高配 人均上床下桌 不仅宽敞明亮装修好 还有一个带马桶的独立卫生间 校园青春剧微微一笑很清晨 大学宿舍里每个人都有 独立的写字桌和书架 除此之外还有奢侈的公共区 主角们的个人物品 可以随意的摊开 一屋子的人可以同时在房间里走动 丝毫没有拥挤逼坐的感觉 相比之下 亲爱的热爱的里面呢 女主童年的宿舍稍微接地气了一点 面积更小 装修更朴素和现实相比 仍有不小的差距 去年9月网易数据呢 读发布了一个中国大学生呢 宿舍调查报告显示 个人活动空间消除空间不够 是大学生对宿舍最不满意的一点 只要是住过宿舍的人 大抵都能对上途中的条条框框 有所体会 硬件设施有限 床几乎是一切宿舍活动的中心 狭小的空间和逐多用电用水的限制 催生出一系列的宿舍神器 和节省空间的集体智慧 每个人生活习惯不同 物品摆放通常情况下是杂乱的 至少在配色种类上很难统一 换言之 对于大多数的国内高校的学生而言 宿舍能保持干净 整洁已经实属不易了 更别说别的槽点 糟糕的通风 采光隔音 装修老旧墙皮 脱落空调不给力 热到要去睡图书馆 飞虫小墙时常出没 这一切现实的烦恼 在国产剧里都消失无踪 总结一下距离的大学生的住宿情况 大概是人均除雨巡的家境模板 却住着爱丽丝顿商学院的豪华宿舍 和海上繁华相似 拿着几千块钱的月薪的职场小白 住着豪宅 喊穷 吃泡面的现象 在国产剧里已经是屡见不鲜了 我的真朋友中呢 女主是出入职场的房产销售 非富二代 在丢了工作 信用卡负债的情况下 还能租住在市中心的富士的小公寓里 单看屋子里面 这个干干净净的双开门冰箱 就绝非是一般打工族能拥有的居住条件 到三十而已 贵姐 王曼妮呢 拿了一半多工资租 下了带阳台的小公寓 因为怕搬家不便 连饮水机都舍不得买 看似是为房窘迫的户漂生活 但她住的地方 其实比我们想象中体面的多 剧中 王曼妮租的房子 位于上海河滨大楼 别致的挂铜牌老洋房 坐落在上海最繁华的路加嘴附近 被称为远东第一公寓 实际的出租价格 从五六千到两三万的都有 2020年 中国年轻人合租的 房间的平均面积 只有13.89平方米 最低的则是7平方米 大部分选择与陌生人合租 或者找朋友同事一起整租 再平坛房费 只有四分之一的人 会选择一个人整租 在北上广就算是合租 一间房的价格也动辄3000往上 如果想要拥有独立的阳台 或者独立的卫生间 这个价格只会更高了 而根据2021年 Boss直聘最新出炉的 校招平均的薪资 本科毕业生的平均薪资 只有6331元 这意味着按照国产剧 男女主的职场新人设定呢 凭他们的薪资水平 如果没有家里人的支持 根本是住不起这么大的房子 整租一居使loft小公寓 更是痴人说梦 除了收入和房租 不匹配房子的装修摆设 也是一言难尽 回到海上繁花 这是女主做饭时 他们家的厨房的样子 白透亮 已成不染 没有油烟的痕迹 食物和调料 也没有一样摆在明面上 你甚至猜不出 如此干净的厨房 究竟是女主 她也下厨房 还是根本不会做饭 我的真朋友完美关系 你和我的清晨时光 一系列都市剧都是如此 主角们的房子干干净净 精致 好像从来都不会回家 做饭 洗衣服 更不会产生垃圾 每次没椅 偏偏就不是人住的家 相比还困在十平米的 合租房里的年轻职场人 到了三四十岁的中产阶级家庭 住房条件和经济状况 都有所提升 窝居里面的现实 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共鸣 除了题材的写实和人性的复杂 也和编剧的真实体验是分不开的 到了同样是聚焦房子的题材的安家 就只剩下空间凭想象的闭门造车 靠一个一个的话题刷爆热搜 实际的细节完全经不起推敲 国产剧对他们的想象和呈现 也随之更上一层楼 小欢喜小舍得小别离 系列的电视剧口碑并不散叉 聚焦的热点问题 也引起了很多人共鸣 可他们的生活依旧是被美化过的 小舍得钟 主角南丽一家人是位于一线城市 两百多平豪华的大平层 十几秒的长镜头都无法窥尽全貌 以真实著称的小欢喜中 黄磊海青饰演的方圆童文杰夫妇 一家四口原本也就住在将近 两百平方米的大房子里 每个月的房贷一万块 为了孩子上学 他们又租了一套学区房 房租是每月一万两千元 仔细看看这个家庭的设定 方圆市公司法务月薪三万 后来中年失业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收入 童文杰的具体的薪资剧中没有提及 不过就生活水平来看 至少月薪五万才能满足 这个家庭的基本开支 光是房租和房贷加起来就是两万二 加上一家四口吃饭出行 儿子方一凡的补习班 两个月就要四万块钱 方圆算过 每个月家里的基本开销要小五万 再看看他们的房子接近两百平米了 高级家电一应俱全 集成造消毒柜 嵌入式的烤箱 后搬去的两师一厅的学区房 虽然比之前小了一些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是相当不错 就这样 剧中对于这间学区房 还要好几次出现 小是小了点 放着好好的房子不住 这类的描述 而在真实的一线城市 除非是大富大贵 老婆式的学区房 才是最为常见的存在 为了上学近一家人 被迫挤入陈旧的老房子里 甚至同住一个房间 也是并不罕见的 并非要求电视剧要百分百的还原生活 但能多一份心思 多体察到一些生活真相 终归不是坏事 好了 今天的娱乐第一眼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点有我们的频道哦 拜明天见